我現在在想我怎樣坐才能接觸到我的食物 其實你可以… 你可以整包拿起來 多一句吧 如果你想我餵食的話 你可以做點說 不要 我都餵 你們的化學也不錯 吃得挺好夥 你為何導演這樣揭露我們的化學 不是化學 是子弟 我竟然是姐姐 但是真的 I'm so disappointed 你不是媽媽已經算好了 我好像林家謙 林家謙 你說自己像林家謙 誰跟你說 林家謙沒語言 你現在說M21的人說 林家謙 我開心的是 因為說林家謙像姜濤 我像林家謙真的像姜濤 你不可以這樣理會 你不可以這樣理會 我好像有點緊張 三樓頸 準備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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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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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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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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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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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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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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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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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坊間經常說 Ocamp的遊戲很踩底線 很色情 你有沒有玩到什麼遊戲 他又玩都會跟你說 誠實的遊戲 誠實真的沒有 會分什麼房遊戲 剛好那群人都是 比較可能只是Fight 是否真的傳媒比較圈驗 Hello 我是鄭朗月Joanne 我自己的興趣本身是去旅行 還有演戲 聽到不同人的意見 看看他們的觀點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得席 我會覺得樹大有枯枝 加上Ocamp 你說香港院校 怎麼都會有好的祖爸祖媽 也會有不同的好 大坊間聽起來不好的 是否都是某一間邀請的 嘩 這裡就沒有指名到城 先看新聞 Hello 我是炒蛋 今年23歲 我就是第一次參加清談節目 平時跟朋友聊天 很少會聊那些很認真 或者很滿味的題目 又可以不同人 又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很期待 今天大家會對我的題目有什麼想法 其實是否真的有一個 有一個群體是特別造臭的事 我想是 大家最近有參加過的Ocamp 除了Joanna 你有沒有參加 大家是開心的 開心 開心 好玩 那你覺得Ocamp 打給你們最大的樂趣 或者意義是甚麼 我自己加入過Ocamp 還有我自己因為有上過的 我都搞過Ocamp 為何我會想跟大家討論這個問題 都是有一點想為他平凡 平凡 是這件事 有人說大學四件事 Ocamp是第一件事必須要做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人生的體驗 其實升到上大學 才是一個很大的轉捏點 第一次認識一群 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 三天兩夜 你可以突然間跟一群人熟悉 即是之後熟悉不熟悉 是後話 但你可以立即去到 知道你那一科 可以認識到甚麼朋友 或群組味 其實是很好的 Camp Fire 為何會真的圍著火 在哭 這麼誇張 但其實原來是真的 可能中學有些不如快 是突然間感覺到 新認識的一群朋友 給他之前沒有嘗試過的東西 他有一個新的體驗 其實我覺得是一件相當好的事 好像剛剛Alex這樣說 樹大有枯 就不可以說 那個詞是甚麼 一二篇概全 一桿 一桿被你打 一桿被你打 一桿被打一桿 對 沒錯 就是這樣 不愧是大學生 不愧是大學生 Alex的題目開始了 你們覺得有兄弟姊妹好一點 還是想做獨身子女好一點 在這條問題之前問一下 大家有沒有兄弟姊妹 有 有 沒有 我是有個姐姐的 那你們呢 我有個弟弟 我也是有個弟弟的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人家說 有妹妹的哥哥是暖男 有弟弟的姐姐是撲斧 這件事認不認同 我也是 我很怕要問人家 你也是 我當然不認同 現在你傻的 是甚麼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和我弟弟的事 跟他相差三年 但是 我們一開始小時候 一定是有時候打架的 你和你姐姐有沒有 有 就是吵架、打架 爭玩具一定有 但是到了中學開始 大家開始成熟一些 或者是懂得想 我們是會甚麼都談 感情、感情、感情、感情 各樣的事 大家都很樂意分享 所以 我覺得我們的子弟情是不錯的 我應該不是單方面的 你絕對不是一個瀑布 你是一個非常好的家庭 我們先拎著 我問一下 我們右手邊的兩位 我和凱琪都差不多 我都是有個小朋友 都是差三年 但是 我們是按牌才是friend 就是小時候 是friend 因為爸爸媽媽說 一定會逼你們一起拍照 你叫做照片 大家很開心 小時候是OK的 但是 中學 大家反半期 就真的沒有說太多話 真的不會出聲 是動手的 動手的 有 很動手 正常的 我計算是要約打 這些已經不是家庭 這些是正水 打屎成馬 我有一個挺誇張的 但是我長期都對她不妨 真的試過用鐵彈扔過去 哇 十大武器之神 你這個 你這個 你這個名字扔回來 等一下 你和我姐姐做的行為一樣 對不起 對不起 我當時是打開車 我突然飛過來 喂 喂 最快的是什麼 我會飛回去 哇 對 對 你就是一天 你真的 打開車 中學什麼都不少 我真的 問一些獨生子女的意見 我覺得 其實 小時候一定是想有一個 兄弟姊妹 因為說真的 我童年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是自己玩 譬如 就是小時候玩什麼 就是玩爆船陀螺 玩那些卡 我都是自己 跟自己玩的 我猜到自己玩 對 然後走進去 我不知道 大家會否幻想到的情況 就是多麼 多麼孤獨 好慘 如果長大了 其實都覺得 會令自己獨立 等等 但我姑請問一下 你小時候 沒有兄弟姊妹 都可以有朋友一起玩 而且 現在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就是有WhatsApp 你所有東西都可能要打電話 問准了家人 才可能會出到街 真的沒那麼方便 我想說的 剛才你說 什麼有朋友 就是 我覺得 之前我小弟姊妹 最大的作用是什麼呢 就是 半年了 那些不熟悉的人 我小弟姊妹 經常跟我聊天 這個是 關係最好的時間 就是過新年 過新年 對 如果給你們許願 如果你想有一個 你想不想有 我小時候真的有想過 想要家姐 好像Owen那樣說 可以一起玩 一起聊聊天 因為我是作為一個老表 我是表兄弟姊妹中最大的 那我就心明 我如果一看到表弟妹 或者就算現在 我看到表弟妹 我還是要讓她們 大方是close close的 現在大了就覺得 其實沒什麼所謂 真的覺得自己一個都是 一個更開心 一人之境 一個人願望 都可以盡興 下一個 Joanne 你感受到自己成長度是何時 我自己覺得成長到 可能是18歲至21歲左右 就是由中學 去到讀輔導師 他讀書的模式 是變了很多的 是 他是由以前真的要配 變成要跟人合作 又要配合 那時候什麼都不懂 自己的性格是很deadline fighter 搞到 那些組員其實都不太喜歡 有些磨擦 有些磨擦 當時發現 原來不可以這樣 好像一個火箱 有些東西可以看得到你 我和你有點類似 因為我也是 阿蘇升上大學 但我很幸運 阿蘇那段時間 我找了一群 自動導合的群組員 大家玩得很友善 那兩年很柴娃 很開心 大家一起追著GPA 上大學 其實整段時間很開心 所以到大學 我也是抱著同樣的憧憬 所以我就上了妝 而且經常聽人說 上妝那些 很好 有些妝園 大家是一輩子的朋友 很容易血 然後我就上了妝 但我們妝的關係 其實就不太好 或者當時我升上大學 我還不是很成熟 很小的女兒 第一次見識到 或者感覺到 什麼叫做社會的縮景 大學 社會的縮景 你驚訝了什麼 原來是真的 有時候溝通上 大家誤會了的話 原來就真的無法挽回 或者你在什麼時候 應該要站出來 為自己發聲說話 或者你什麼時候 應該要讓人知道 你有做過的事 我之前有一種想法 經常覺得 我不用特意跟別人說 我做了什麼 我做了事 別人知道 無論如何都會知道 無論如何都會看到 但原來不是 有時候我就會想 為何要這麼博出位 你做了什麼要立刻跟別人說 但有時候你不說 別人就真的不會知道 所以我學會了 如何表達自己 保護自己 學會如何跟不同性格人相處 雖然可能一段經歷 或者跟大家的關係 莊園的關係不是那麼好 但我都很慶幸自己 經歷了那段時期 因為真的令我成長了 學會了很多東西 不一定是升級大學 總之是離開了中學的溫室 如果你更早出來工作的話 你會回到兼職 你也要學會 如何不要在職場上被人欺負 你的合約要怎樣 理財 開始要想要儲錢 或者什麼 什麼東西 什麼交稅 然後可能有美容 女生的話 就把美容的消費很棒 進入了很多次 進入了很多次 中學 我被人騙是做健身的 我也是 美容做健身的 我被人騙 有一個人想 性侵 哇 那時候我很不開心 因為去年經濟有差 我又找不到老公 但他很好 可能給我一些課程 就是幫我減輕的學費 他對我很好 然後他看到那些筋很硬 幫我按摩 會影響唱歌 然後我真的想 那是什麼 我想好像看過這個 我感覺到不對勁的時候 總之就是 我跟他說了 為何要這樣做 就跟他吵了 那一刻開始學會 就是不要被人情緒納索 是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經常被人情緒納索 我很容易心軟 所以這個應該是 我自己成長的位置 你現在可以嗎 可以的 所以我覺得 無論男還是女 其實都很重要 你會知道怎樣 我會自己 無論是一個社會的層面 或者是一些 禁危的情境 通常要聊一整個小時 我吃午餐時間 都會跟同事聊這件事 但由於時間關係 是的 番茄炒蛋 大家先放番茄 還是先放炒蛋 炒蛋 你怎麼看 炒蛋 我一定是先放番茄 番茄派 我要保持蛋在炒的狀態 是 番茄 是 這是我的 番茄 怎樣 兩位是不煮菜 我還在想 因為我主要是 我不知道 到底是放鮮和放鮮 有什麼分別 有啊 有什麼分別 因為我覺得 你炒蛋 一開始放鮮 很容易熟 然後 會過關了 不是 因為我沒有煮菜 但我看到別人來煮的 番茄應該要軟 讓它出一出水 我炒了 然後 然後 最後 再倒些蛋漿 好 很多人都說炒蛋 就是因為 蛋要先熟 然後蛋 橫蛋 番茄為番茄 最後兜在一起 但我認為番茄是要煎 煎香了 然後水再加蛋 才會變成滑蛋的狀態 所以多數反對派都會覺得 不行 一定要先加蛋 最後才拿番茄 因為番茄有水 他們會把蛋弄濕掉 他們不喜歡 好 那我給炒蛋說一下 炒蛋 多謝 等如有禮貌 是說一次媽媽有沒有教你 多謝 麻煩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有禮貌 沒有失禮人 那些 有沒有聽過 有 一定有 媽媽都一定會這樣教 但現在出來做事 尤其是做服務業 但我不知道自己聽得麻木了 還是因為其實他真的不是真心 我覺得他講一句多謝 我覺得很銀耳 為甚麼 語氣 我明白 好像你去日本旅行 日本人 日本人或職員 他們超級有禮貌 是鞠躬90度 阿里加特貴真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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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就是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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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我 你已經有咒眉 你會覺得是否真的想說多謝 剛剛大家是說那個員工 我就是那個員工 但我聽到一些客人說 他提出一些很不合理的事情 我覺得我現在正在做事幫你做 但他後面選了一個家庭 謝謝你 覺得多了 我想問如果他不說多謝 你會否覺得感覺比較好 我覺得他是很強勁 其實他明知道他在圍欄我 他覺得加上那句話 我會比較好 其實我沒有 就是為講而講 其實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觀念的角度 我會覺得他說多謝 只是想回應我對他做的事情 他給我的謝意 我會很開心 多謝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Owen你覺得自己是否禮貌派 還是隨意派 不是的 我絕對不是禮貌 我覺得他比較real 我的意思是要打一打賊 就是很多人一定標榜自己 我不是說你 我就是這樣real 你real OK 但不代表你沒有禮貌 或者你對人太差 我還沒說完 我還沒說完 先讓我再說完 先讓我再說完 我真的要你 不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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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你real 但我覺得你也很有禮貌 OK 我已經拔回了 OK 到你分享你的觀眾 剛剛你已經打斷了我的思路 你real 你real 先讓我怎樣 譬如 如果Purpose 真的要說多謝 真的會很 真的會說多謝 但如果你說 那件事是 真的為說而說 我未必真的會這樣做 我好像要說多謝 但那件事好像有距離 是的 我也是同行 例如我幫你拿些東西 例如我拿些東西給你 你不用跟我說多謝 是的 其實你朋友不會真的會這樣說 所以其實總結 大家所說 都是看個態度 對 看個態度語氣 好 那你現在時間 交回到我們最Viu的Owen 不是 幾件事都關禮貌事 這個題目 是嗎 的士 這個 這個我覺得是 現在也有 接近有罷工的一個 situation 有 那我就覺得 其實有沒有這樣的需要 我個人 其實比較喜歡乘Uber 我也是 真的 剛巧就是昨天 我去拍攝的時候 有三個的士 都不肯載我去那個地方 為什麼 就是在元朗 他就說不懂路 你可以告他 可以告他 他開GPS 對 就是可以開GPS 還有叫問我可不可以帶路 對 但如果Uber 他會開GPS 就算不懂的話 他都會載你 不一定是全部的士司機帶路 但可能某部分的士司機帶路 的態度真的一般 甚至沒有禮貌 去哪裡 還是石頭出口 對 太緊的話不載你 太遠的話 有一點麻煩 因為可能近代人知道 的士司機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 有這個需求的情況下 才會有Uber 這件事 的士你帶完之後 你才付錢 他今天會標價 但Uber 是直接 你在Apps 就這樣付錢 名碼實價 然後連地圖都告訴你 要怎樣走 我想問一下 Uber 司機接單 是否知道你的位置 知道 知道 其實他還會 在來的時候 告訴你 他現在在來的時候 走過來走到哪裡 其實 同像佳應 現在的士都有這些應用程式 叫Uber 但有時候會來的士 因為他現在用了Uber 因為他現在用了Uber 應用了Uber應用程式 相比的質素 一定是Uber比較好 對於這個情況 大家都會經常遇到 就是可能 隨直 即是沒有尾班車的時候 但大家又聚集 接的士一定會加你價 或加多5%才想遮車 那些 那時候我又不熟Uber 真的沒有叫 後來知道這個App 之後你便覺得 OK 可以 即是如果在那些 特別節日那裡 叫Uber 他不會加價 真的 明明實價 但應該怎樣都會加少 加少少 但不會加很多 但你會知道 大約的Range是甚麼 對 還有Uber有一個功能 可以保護 尤其是女生 譬如說你剛好和朋友 你叫Uber 你先離開 其實朋友可以在Uber 可以鎖定你的位置 知道你在哪裡 這是安全性 即是萬一你有甚麼事 他都知道你在哪裡 還有一個平崩的基準 對 如果假設你覺得司機 真的一般 其實可以平衡一分 對 但如果他好的話 還可以給貼士 對 我覺得這件事不錯 你可以保証司機 或者可以保証乘客 不過這樣的 都要幫的士司機 平凡一下 因為我自己 是乘的士多於Uber 因為我擴張的是錢 對我來說 容易叫到 和便宜一點的選擇 始終都是的士 而我遇到的的士司機 至今都沒有試過被人拒載 還有態度都不錯 因為我曾經都試過 我那天很趕著 即是去回中環 那的士司機 就跟我談了一路的 人生月曆 是的 即是他問 你是做甚麼市場的 我以前也是 做廣告 講回人生 我覺得其實都真的挺看 你很不幸 為甚麼會有的士罷工 還是去吵 是否因為牌照問題 即是他們覺得不公平的地方 是你Uber不需要牌照 但你的的士要牌照 那為甚麼我要付這麼多錢 給你牌照呢 其實如果安全性問題 我覺得有多些規管 在Uber方面 的確是有需要的 因為有牌照 你是因為他可能買了第三隻保險 或者各樣東西 才有這件事 但Uber現在相對上 政府是規管不到 即是如果未發生意外 即是如果真的發生意外 那怎麼辦呢 是的 因為我們今集 是沒有幫Uber做任何的代表 我剛剛也想 聽到他們的 如果有Forsa 真的我不介意 很開心 跟大家可以聊到 所有話題 都想 在完結之前 問問問大家 你覺得 今天你們的感受如何 或者是 最令你印象深刻的moment 是甚麼 有的 心事台 心事台 對 很juicy的東西 我想我們應該會 在事後再聊得多些 女士 心理輔導 我要 心理輔導 心理輔導 家明與你 對 家明與你 乾杯我們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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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茄炒蛋 一定要先下番茄 是不是很快 聽到很多不同的觀點 因為 其實我都很少 例如說 搭Uber 很少去玩Locam 本身也沒有兄弟姊妹 我今天最深刻的體會 就是 原來我知道 不是所有的姐姐 都是潑虎 其實我也是想在鏡頭 補一句 我愛你的弟弟 有兄弟姊妹 還是沒有兄弟姊妹 都是好可的 最重要的是 可以認識到不同的朋友 今天很開心 可以和大家聊天 雖然大家第一次見 不是很熟 但當大家聊到一些 比較深入的話題的時候 都很感謝大家願意 分享自己之前一些人生的經歷 或者是一些傷口 讓我們知道 希望可以下次再和大家聊多些 馬上留言 讚好、分享 和訂閱我們M21 並按下小鈴鐺 再來 是的 分享 到 分享 分享 分享